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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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党 今天很欢迎 看到财政预算案 2020 和2021 其实 我的党魁 都已经 刚才跟我说 我应该说话之前 一个九十度鞠躬给一个财政司司长 多谢他 但其实不仅仅是他 特首在 三百亿的 防疫措施 我们饮食业有三十七亿三千万的钱 去帮补 加上今次 这个财政预算案 事实上 我们的业界 事实上 真的在一个这么辛苦 几十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时间 政府是伸出援手的 我首先想说说 一会儿我知道党魁都会补充 这件事 我在去年已经 七月的时间 第一次见财政司 我都希望他能够推出 03年我们沙士 当时 财政司也推出 这一年来 那一百分之一百的担保 就给我们用三个月的人工的上限 就可以借钱给我们低息政府担保 当年这个计划 是很成功的 那个坏账率也是很低 那就是受到欢迎 之后 好几个政府 好几年来 政府都不是很想见百分百 所以 由最早08年推七成 我们当时自由党 见过那些银行 就发觉他们八成他肯做 那他们就 我们就 在当时去到八成 政府也都接受了 那在这个七月 我们见财政司司长的时间 提到这件事 他就把那个八成提到去九成 但是 那些银行去借这个贷款 给我们的业界仍然见到困难 也都 多谢财政司看到这个困难 所以他这次呢 就推出这个百分百 还是 做完一个六个月可以先还息 六个月后 就分这个三年的 就是 还本 那这个呢 就在现在这个时间 就真的很好 我真的在这儿 呼吁所有的银行 不管你是大和小 既然政府是百分百担保 你都应该去做 但是我亦都 提到一些业界就是 就是 不要因为息便宜 不要因为容易 大家呢 如果借了一些钱 无能上还的呢 千万都要想清楚 最好去借 那当然呢 就 有几项的措施 都是延续 就是这个 为非住宅用户提高的电费 亦都继续延续 那这个呢 就 还有27月的六 就 将那个排污费 和水费 都 再加多几个月呢 就是 跟我们去年 一早 得到那一年的工商业污水附加费 大概拍平 的 那 就 申逢税 利得税 这些当然 我们 上个礼拜 我们再去见财政司 我们因为第一个去见财政司的政党 那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都加了码 但是我想 都游说不到财政司 再在那个上限里加码 但是他在一个利得税那里 猜响 商业登记 公司周年 这个申报呢 都继续支持 特别是 而最关系到我的业界 就是 他在所有 就是 房业 房委会 现在政府物业 康文署下的娱乐措施 那个六个月的租 它是延展多六个月 那应该去到 今年的 可能八月美临 九月 因为这个是 第一轮那个 就好像去到三月三日 那所以这些是我们是很欢迎的 那所以呢 就 当然 食牌的那些牌费 和酒牌 就上次 由一月一日 就给了我们 欢迎了一年 那 今次就没有再提这个项目 但是始终 我们都去到年底 这个都有一个 你的牌到期 都可以有个免费的 那 那 那 或者我们时间 我想 赵家辉 你说一说 你个 对这个财政的预算 怎样 是 我们 我们 刚才主席都 章言议员都说了 就是 都 关于多少是 关于我们业界上面的问题 那么 在零售方面的话 那之前那三百亿 就会有五十六亿 就会搏过来 给我们零售界 对了 那我们现在其实都是 跟政府 和有关当局说 就是正在立定零售的定义 我相信很快政府都会 公布零售可以申请公司的方式 而在这一份的财政预算那边 也都 刚才章言袁也提过 就是 那一百百分比的信贷保证那里 我相信会帮到很多 我们自己本身的业界 因为除了在 之前提到五十六亿的零售方面 我自己的批发业界 也是面对一些很严峻的问题 那他们觉得 之前那五十六亿帮不了他们的话 那我相信在这个 一百百分比的那二百万的借贷 那也都会可以帮到他们的资金流 在现在这一刻 面对着的困难 而在讲到电费 水费等等那些问题的话 我相信也会帮到我们那些业界的 我想提提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其实 本身应该 其实我集中 跟一些业界 在讲那八万元 其实如何去理订 那我 其实很多时间 晚上都讲到晚上十二点多 有一点钟 很多业界人和时间打给我 直到上个星期五 我相信大家留意到财委会 其实有一个 最后有一个37A 有十个37A 其中一个就是关于那一万元的 每人派一万元的动议 在那个事件之后 我想跟大家讲 过了几天 我用了超过三分一的时间 要作出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建制派 在那一刻 那个37A 我们会投了反对票 而不赞成 就是去讨论 在坊间 很多市民 或者有些人炒作 就说我们不支持 去派这一万元 给全香港的市民 我想重申 其实大家在媒体上面 都见到 自由党差不多是第一个 要求政府去派一万元 当时也是现金 或者是消费券的 我们过去的自由党 其实最不同意派钱的 一定是我们 为什么今次 我们这么早要求 政府去派这一万元呢 原因就是 我们知道 当时在社会事件 令到我们的业界 其实是苦不堪言 我们很希望 政府可以派钱 去振兴所有的 经济链 和市民的心情 所以我们作出这个呼吁 而当日在财政司 在财委会 最后有一位议员 他提出这个37亿的动议 我们只是讨论 他们的投票 只是说我们讨不讨论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 当时的时间 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多了 如果我们继续去投票 去说是否讨论 每人三分钟 六十几个人 上个星期不可能通过 现在我们的饮食业界 和零售界 已经苦不坑眠 随时倒闭了 如果上个星期再通过不到那三百亿 马上想一些方法去支援他们 我相信很多人会马上失业 亦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日我们不赞成讨论 但是我从头到尾所说 我们所有建制派 我知道全部都是赞成 我们不介意其他非建制派的同事 其实都是同意这个方案 但是如果外面的坊间 是用这个方式 去调转我们不同意的话 希望所有媒体的朋友 作出一个公道 帮我们告诉香港市民 这个不是事实来的 好吗 我想补一补充 就是刚才说到 那个百分百担保 其实就是比中小微企 过往都未去 立入了上市公司 或者是创业版的 那我都预备跟财政司司长 去反映 其实好像我的饮食业 虽然不是很多间 可能十几二十间 是在创业版 或者是上市 但是其实它和其他 那些中小微企 都没有什么分别 都是缺乏资金 亦都很难去公股 或者叫股东去科水 那所以更加困难了 他们就 所以我也希望 跟财政司事后跟进 看看可不可以 都立入了这些上市公司 如果不是主板的 都起码可以立入了创业版 Frankie到来 我们航运交通界 在最主要的舒缓措施 在刚刚宣布的抗疫基金里面 那里占了大概三十几亿 那主要都是海上和陆上的交通工具 那方面的 那在物流方面 就在一些政府的临时土地上面 运作那些 那这个财政预算 都是确认了 会将那个减租百分之五十 延续多六个月的 那和短期地契的条款 豁免输 那这些我们都是会受惠 那但是呢 还有我们的航运交通界里面 很多不同的行业 都是未能够得益的 那我们会希望 希望政府稍后都会研究一下 是不是有第二轮 或者第三轮的一些抗疫基金呢 希望能够多一点 照顾不同的范畴的朋友 那但是今天看到的 最重要的是 刚才我们主席也提到的 就是政府担保的百分百 那个二百万那个 是能够真的舒缓到 大家目前的资金短缺 那个困难 那我们希望那些业界 都尽量去申请这一方面的协助 那今年的新的措施 就不是多的 那它里面有一些 不同的项目 就是 譬如包括这个 船舶出租商的利得税的 宽减 来吸引这个 那些船舶租赁的公司 来香港 落脚 以及一些 撥款 三亿四千几百万 是支援第三方物流的 一些技术方面的发展 那这样 那这些都是以前说过的事情 那我们都是 当然绝对支持的 那但是我相信这一刻呢 我的业界比较关注的就是 如何输困 就是解决它目前资金短缺的困难 就反为这些长远措施 在这一刻 它们又不是十分关注的 那但是呢 我也是相当之接受这一份预算案的 希望政府能够继续在不同层面再考虑 那我这里想提一提呢 就是我们和财政师都反映过的 就是有些大银行已经出了的 还市不还本的措施呢 并非是所有的银行都落实的 仍然是我的业界遇到一些的困难 因为呢 我们通常做车会呢 是去一些比较中小型的银行 那我希望财政师和金管局呢 在这方面都能够再帮忙 好 好 党灰 谢谢 当然我们刚才三位呢 就表达了我们十分之欢迎 财政师师长今次的预算案 那我会给十二个字财政师师长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过往积幅房基 今天开仓牌米 那这个事实上是过往一直财政的盈余 去到一万一千亿的情况之下呢 是要准备面对 就是今天我们的困境 而今天呢 财政师真的是开仓牌米了 那很欢迎 就是当然每个市民十八岁以上有一万元 那我们曾经担心呢 就是他会打个折 就是不给了一万 或者八千或者六千 那今天很高兴地 他真的不听我们的意见是给了一万 那另外呢 在那个防疫三百亿基金那里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业界的人呢 就说为什么 只是帮几个行业 就是其他很多行业都面对困难 都帮不了 今天那个百分百二百万 上限的担保呢 就真的帮到了 就是这个尤其是呢 说到明是要来交租和出粮的 就不是给他做其他任何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计算一下 这条数据呢 如果是借足二百万 他分三年来还的话呢 每个月是五万五千多元而已 那这个是很多企业都负担得起 还有如果头半年都是 只是还息不用还本的话呢 如果那个息口 今天司长说是低息 我希望是大过两厘左右 如果用两厘来计算呢 就每年的息口呢 都是四万多元 就是说每个月呢 都是给三千多元 息头半年 如果只是给三千多元 这个事实上是绝对帮到那些企业 过渡得到的 在这个困难的情况 不过当然有少少 就扣紧些分呢 就是没有特意一个政策 是帮一些做出口 做工业界或者仿族界的企业 那这些企业 当然都是面对着不同的困难的 但是这二百万的 百分百担保呢 基本上都可以帮到大家 还有一些电费的导座 水费的导座 差响的扣减 各方面这些都会帮得到的 那么 实际上 今次有一千三百多亿的 deficit 大家都不用太担心的 财政司长计算了一条数 就算到了2025年 财政盈余的储备 都还有九千多亿 加上今天司长提了我们 原来还有很多不同的基金 之前已经拨开了 例如现在说的 未来基金那里有两千亿 还有其他不同的基金 在不同的轨统 这些如果回拨回去 可以作为财政支出的话 这里是在说 我相信至少有四千亿 所以现在整体来说 香港的经济环境 或者财政的 是很健康 还有储备 还是比其他世界 很多地方 是健康很多的 所以我相信 未来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香港政府的财政 和经济环境 不过最后一句 就是说 今次很欢迎 很高兴的财政司长 真是接纳了我们 不同人士 和党牌的意见 如果特区政府 未来 都是用这样的态度 肯听别人说的话 我相信香港走出这个 困境的时间 将会很快 谢谢大家 你说要谷工 你叫我之前要谷工 那我说你不跟他谷工 那我说你不跟他谷工 那我不谷工 那我不谷工 是吗 对吗 我还没听到 我还没有听到 我说你 我还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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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 The fact that we have that $330 billion that was passed last week, together with the budget, certainly is going to be a big help and a boost, especially when you look at the 100% now guarantee that we can get the banks to probably quicker, easier to get the $2 million for cash flow purposes, for rent and for salary payments.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big help. The relief measures also plus helping out with the cash flow. Obviously, I'm hoping the landlords will also come in with the rent reduction. So all three of them is going to help tremendously to keep us afloat for the next few months. Yes, I want to take all Euxion government wants to pass theЕН 파� frustrations. We were giving Wonder Bolshean boardlers will involve law enforcement in Australia as well as an agreement. The situation was very difficult andยัving goes around the September of 2014. I have a good investment of among government products that most people will claim that government Returns minus an agreement. Before they give poderia, where they agree that they will go higher at 9p�. 財政司是很聽我們今次的建議,或者不同黨派的建議,尤其是派一萬元那裏 我相信一定有助特區政府的民望提升 至於我們最重要的另一件事就是,那些措施幾時推得出來 有時是一些好事,如果處理得不好的話,可能變壞事 就好像之前的四千元事件一樣,即是保留十位 但這次我相信,如果特區政府在我們盡快通過財政預算案之後 也很快可以落實所有政策,例如派一萬元那樣 因為過往已經有這些經驗,處理方法或者行政的費用也不會太多的情況下 例如我們五月通過了財政預算,而可以在六七月份 那時候已經派到一千元給大眾市民的話,這個絕對會令特區政府加分 但如果他拖得太久,例如他拖一拖,又拖到年底的話,可能就是加分別減分也不一定 上次就是六千元的時間,就是十月開始派到給大家,如果大家記得一一年 那這次是2020年,就有了經驗,我相信政府在這一方面會快 當然也希望泛民同事不要進去拉布,考慮明目,令財政預算案的通過拖後了 越早通過,其實大家越早拿錢,大家要謹記這件事情 我當然會支持 這裏唯一一件事有分歧,不是我們是否支持 講一下給分數的時間,我跟他有些分歧 我覺得起碼沒有九十八,沒有九十九都九十八 他就覺得低一點,因為他的業界好像不像我那樣 但是我們是很支持這個財政預算案 其實去年施政報告的時候,Felix形容就是合格,但不是很高分 但是這次財爺這一份都相當比得很高分 其實Felix,自由黨會覺得這次那份預算案是否出色過去年的施政報告很多 會不會都為陳茅波的政治資本得到多一點 還有第二就是,立法會選舉都會在年底舉行 其實這次對於大家界別的幫助,覺得會不會都有了大家的選情 選情是很難說的,因為你現在去到九月立法會選舉 還有七、八個月時間 現在每天的情況都變化萬千 你說去到八、九月份的時候,我們根本就預計不到有什麼情況出現 但是現在的財政預算案,事實上 司長是頗接受大眾的意見 我剛才說有一點感覺這份似施政報告比較多 所以我認為不可以跟施政報告比較 因為我們提的意見,司長是接納了 所以分數一定會很高分,支持這個預算案 就是始終是選舉 當然是選舉 但是我們分開來看,起碼我們每樣東西都去掛勾 我們必然就是看他做的事情 我們看到就是,是不是真的是急市民所急 對我們的業界也好,對市民也好 都是真的能夠交到功課呢 那麼這一次我們覺得,不只是司長的財政預算 你要看上個星期或者十日前 特首出來講的那三百億的防疫基金 加上這一個是循例 而財政司司長是真的沒有什麼皺眉頭 好了,那些錢要花就去花 那個態度 我想補充少少 你很快補充這一句 來,在坊間有些朋友說 對於今次的支援的話 就是在那些業界上面的話 就是可能跟選舉有關 我想說,我批發零售界的話 有很多朋友現在已經是水浸眼眉 他馬上要結業 還有很多同事是飯碗不保的了 而我剛才說去幫話 絕大部份 很多都不是我自己的選民來的 但是其實現在需要的就是救人救火 所以很希望大家不要再政治化了 好嗎? 麻煩你 好,謝謝各位 也要不要拍照 拍照 多拍照 比較多拍照 誰跟著我們 好,好,好 好,謝謝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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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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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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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谢观看 如果 要等待 感谢观看 包括 要求是 或是 对对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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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人 有有 有一个很大 感谢观看 是会墙 对于 对对于 有的深層次的深層次的深層次的关注 我交給我其他同事 最後上講一件事 在今次的內容當中是有一個派錢的安排 但是過往的經驗 陳茂波派四千元 派了年紀都未派完 曾俊華派六千元 要用半年的時間 我期望這一次的派錢 是應該要有方法速速磅 不要兩頭望 因為如果是繼續用一種拖延的策略 去令到市民在面對疫情之下 經濟下行的情況之下 所需要的資金來源的資源 是一路不能夠到位的話 其實也影響了這一筆資源派出去的時間 可以是有一種即是即時的效果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希望政府當局也都要考慮到 好像這個拿三百億抗疫基金的時間所說 是要令到這些申請的手續 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去處理 不可以繼續拖拖拉拉 令到派錢的速度好像歸步 這個市民大眾也是不會接受的 阿雲呢 我講兩個範圍的一個就是火土地 一個是整體勞工大眾或者是基層的狀況 先講一個抗疫基金的期望 我記得他三百億上來的時候 剛才我們都提過 只有小部分的行業 例如飲食業 部分的飲食業 或者是旅遊業 酒店業等等 被選中 他就有得應急 幫幫他們 當時呢 我們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和相關的官員怎麼說呢 財政預算案大家看 我們放長雙眼看 結果就是 我們政府永遠都是口爽荷包納的 到了這一刻 有沒有幫我們市民呢 有沒有擴闊不同的行業呢 是沒有 零啊 又一次騙了我們香港市民 想著各行各業會在 今次這個預算案 會多一點點 叫做所謂保留實惠 張建宗有一次說謊 政府有一次說謊 剛才我們也提到 就著很多行業 包括洗衣業 展覽、印刷等等 其實全部都是 在今次疫情中 受到影響很大的 而其中一個就是 教育機構 基本上 接下來全線都倒閉 那就是政府幫他呢 就算已經給了錢的 那三百億 其實大部分都是幫僱主的 也都沒有保證到 打工仔 是可以在過程中得益的 所以我們看到 過去做抗疫 或者所謂叫 撐企業 補就業的工作裏 政府做得很不足夠 第二個部分我想說 土地和房屋 第一個就是 就著防委和防協的政府 代交易要租金 看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很生氣 他又不是不回應 回應是擠牙膏 當然是我們政府的特性 但我們就看出 政府是一個 煽裁難省 冤枉甘心的政府 為什麼這樣說呢 幫我們市民大眾呢 他就沽寒 購買警隊裝備 他就槍狂 不會嘗試一下 即是用一個 叫做愛識人民的心去做 我稍後會說 他怎樣冤枉甘心 我看回數據 你看到這次 房屋土地的數據 好笑的 第一 當然是舊平舊走 佛善捉塵 你看看 裡面說的數據 全部是舊數 過去六年 過去六年 有135福地 有14萬公供應量 未來東沖東 古洞北 以及洪水橋下川 都說過了 不是新平舊走 而是舊平舊走 佛善捉塵 還需要持續倒退 看看他的數據 早一陣子 長冊才說 未來的供應量 未來五年 是十萬零七百 今次他出這條數 就猜猜猜猜 原來只剩下十萬零四百 即是持續是寸退 不是寸進 那為什麼波叔又不說一下 長冊裡面說的未來 整個房屋供應 少了二萬九千個單位呢 那些為什麼他又不說呢 我整體看完他這份預算案 基本上我沒有看到新的東西 我就覺得好像 舊錄音機 吃了大的 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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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不覺意 我以為在看上年那份 完全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個評論 我上年已經講過了 即是看上年那份 真的上年那份 完全一樣 那最後一點就是 為什麼他冤枉甘心 善材難寫呢 你看明日大雨 土地共享 依然是叛逆民而硬上馬 土地共享 大家都說了 到最後是會益了 地產商吃大茶飯 民主黨建議很簡單 引用一二四張 收回土地條例 解決了 那麼你這麼多 新界的棕地 那些荒廢農地 荒地 在發展商手上 為何不敢收 為何小村民那些 你又夠膽收 整條村數平都敢 幾個地產商 你又 碰都不敢碰 亨都不敢亨 收回高爾夫球場172 為何不敢呢 只是肯說收回32 到現在都是毫無寸進 這是什麼態度呢 那麼 明日大雨更加不用說 這個是萬億填海 就賭錢落海 那麽所以我比對 他對我們市民大眾 基層市民的苦況 他肯提出出手的資金呢 簡直是九牛一毛 基本上是善財難寫 冤枉金深 我們補充到這裏 這個預算案呢 我們見到其實才爺 當然回應了一部份 我們的要求就是派錢 那麽但是派錢呢 其實是可以消消氣的 但是呢其實才爺自己 在整個預算案結尾那部份 都講了 根本上 香港社會是躁動不安 亦都有很多深層次矛盾 但是整本預算案呢 是沒有幫我們去處理 這些深層次矛盾 和那個社會躁動不安的問題 更加不會回應呢 反送中運動以來 大家提出的很多的訴求 我們政改是停步不前 警察暴力 現在呢也都是不受監察 不准調查 政府的管治效能低 問責官員不問責 這堆東西完全是沒有解決辦法 即使派了錢 我們都處理不了這些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政府 是自己要出來去面對 那我想特別呢也都回應一下 就關於醫療的部份 大家是非常之關注那個醫療 那政府呢就說呢 他是會強化醫療系統 投放資源加強服務 但是實質上呢 我們見到呢 這個預算案呢 在醫療部份 其實是完全沒有新東西提出來的 另外呢 他提的所謂 第二個醫院的十年抗建計劃 這些已經是上一個預算案說的了 那其實他在說都是硬件的 即是加病床啊 加手術室啊這些 那以前已經說了 但是問題就是呢 你有硬件都沒有用的 你根本不夠醫療人手 那財政預算案提出了些什麼呢 在醫護人手那裡 其實呢 他是非常之失敗的 他的說法 就是交給醫管局 他們會檢視一下 他們的做法 就是想一下怎樣挽留人才 即是說呢 是那些退休那些呢 就叫做多幾年啦 那然後呢 就是 放水給那些護士 讓他呢 有額外的津貼 但是你現在在說這些 甚至是說加一些升職的位 但是全部都是在說呢 只不過是所謂挽留人才 在那裏做少少事而已 那新增的人呢 是完全沒有提過的 包括 香港的大學裏面 培訓的醫生啊 護士啊 醫療專職人員的學額 有沒有增加呢 完全沒有提到的 那所以你變了 將來呢 我們見到的情況 可能就是有醫院有病床 但是是沒有醫生 沒有護士 不夠專職人員的 那這裏是一個 即是很失敗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呢 我們今天呢 也都知道呢 是同裁 裁爺公佈這個預算案的同步呢 我們是見到醫管局的 人力資源部呢 是發信給所有的 醫護人員的 就告訴他們聽呢 現在呢 是保留會追究他們在2月3號 直到2月7號期間 他們沒有上班 那一班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員 那雖然他沒有講清楚 他會怎樣追究 但是實際上呢 已經是吹起一個好角 就是說呢 會秋後算帳 究竟是減他人工啊 還是炒他魷魚啊 令到他沒得升職 還是怎樣呢 那如果我們在 這樣做法的時候呢 就是會造成 他想挽留人才在那裏 其實根本是做不到的 可能呢 在追究秋後算帳 腰人魚的時候呢 其實根本上呢 我們是不夠人手用的 那你加這些這樣的計劃 叫挽留人才 其實呢 你針對那一堆呢 是一些比較senior的高級的醫生 那些junior一些的 其他的醫生呢 護士呢 參與這個罷工的 是不是就要給你秋後算帳呢 會不會令到他們呢 是更大呢 是令到他們有有因 是離開這個公營醫療部門呢 那所以我們見到呢 互相抵消之下 其實根本上呢 是得不償失 是解決不了 亦都做不到 政府所說的話 是加強服務 是一定做不到的 那所以我覺得呢 這方面很失敗 那當然我們也都特別關注呢 就是現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最關心就是 有沒有足夠的防疫的裝備 但是整個預算案裏面 沒有講清楚 他們會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你想那麼多醫護人員 留在最前線 和你拼搏去防疫 去救一些中了招的病人 那究竟醫管局 政府有沒有紮成醫管局 將增撥給他們新增的資源 是要確保 是要撥出一個專責的款項 是要來構置一些防疫的裝備 而不是將它們單規 而不是叫他們省著洗 那所以這一部分呢 也是不清晰的 那跟著我想講一講呢 就是教育那裏了 教育那裏呢 其實在整個預算案裏面 篇幅是極之少 是近年的財政預算案裏面 提得最少的 那民主黨呢 是曾經建議 在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前呢 我們講過 我們知道香港呢 政局不穩呢 是很多家庭是考慮送的子女呢 是去外國那裏 公讀大學的 那我們民主黨是曾經建議呢 就是說 我們香港呢 那些的學生資助計劃 是資助學生在本地 在公讀八大 但是會不會都考慮了 擴闊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家長想 想送一些子女 不是在香港讀大學 而是在海外的合資格大學那裏 收讀全日制的大學的課程 是不是都可以給他們一些 同等的資助呢 那這裏呢 我們見不到政府有任何回應的 那至於那些 撥款給大學的 那個情況呢 我們知道呢 有很多大學那裏呢 是需要應付一些緊急的維修工程 那到現在為止呢 預算案是沒有說過 是會承擔這些大學的 維修 復修的一些工程的開支 那我覺得這裏也都是一些 我們比較失望的地方 那當然呢 如果我們揭穿了 就不要予算案呢 也都看不到任何歸婦女的 一些的安排的 直接是一句都沒有 唯一有少少提到呢 就是托兒那裏 那裏 但托兒那裏不是說 增加那些托兒父母的名額 是說培訓那些的社區保母那裏 那裏而已 那所以這裏也是對於很多家長 需要雙職家庭出來工作 特別是現在我們處理防疫 很多學校停服 是缺乏托兒 那這裏整個預算案 也都完全沒有回應的 首先就是第一 這個預算案呢 簡單而言就是18歲以下沒有份的 那簡單如果我們真的要 全民實惠呢 我們不理解 為什麽18歲以下的人 都是香港市民 亦都是在防疫的情況之下 一家四口 舉個例子 裏面可能有兩個子女 年紀輕的 那其實事實上 他們應該都能夠獲得 這個1萬元回水 強調是回水 不是派遣 的一個措施 其次就是 其實仍然是有 M-O人士的存在 大家知道 M-O人士 在以往就是 非公屋 非中緩的人士 那裏說的是 十萬個住戶 二十幾萬人 在過去 他曾經說過 M-O人士津貼 將會在年中阻緊 可能會重推 但這個是在防疫之前 各位 現在面對疫情 其實這一類的M-O人士 是很慘的 他們完全被忽視 所以按道理 根據上次他們推 M-O人士津貼 所費的 用十一億 左右 加倍都是二十二億 你想想 他們會一人住 拿四千五 兩人拿九千元 這麼卑微 而這班朋友 應該最需要幫 但是 預算案 又或者各個措施 裡面 好像經常都無法看 他們 所以其實最好的做法 就是M-O人士的津貼 能夠恆常化 我作為科利事務委員會 主席這個身份 其實在稍後 都會召開這個會議 去討論防疫期間的社福措施 我們理解 假如 政府是有盲點的 我們有責任要說出來 就是M-O人士 理應 是要被照顧 尤其是他們 是最需要被照顧的那班人 我想 兩個重點 或者十八歲以下的人要派錢 M-O人士的津貼要加碼 麻煩 我講兩句 現在派錢的安排 除了鄺俊宇議員所說 十八歲以下 都應該包括在內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派得快 因為現在這一筆 一萬元的錢 是很多市民的救命錢來的 如果政府還搞這些搞路 搞了大半年 甚至一年才派到這些錢出去 命都沒有 你再給它錢 流利 不知道有什麼用了 所以我希望政府 政府吸取之前派四千元的慘痛教訓 不要再搞那麽多官僚 那麽多程序 盡快回水 是這麽多 好 一句就是那個未來基金 就完全沒有資料的 那麽我想那個社會就擔心 究竟這個未來基金 會不會其實是南水北調呢 將香港人的錢 是不是投資在一些內地 或者其他一些 有沒有特別 穩陣和 妥善的回報的項目呢 那這個我相信 政府一定要 因為錢很多下 還有這個香港人 好久之前存在的錢 那這個呢 相當關注 好 看看有什麼問題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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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年中的年轻人 是外出的 当我们说的支持 到小伙伴 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也被外出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 我相信 我们的FS 必须要在 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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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香港 and of course in the whole budget you can see um fs has not response to people's concern in particular talking about the brutality of the police force and and if we look into the estimates in details we can also see um the police force will have a budget increase for seven percent and plan to increase the personnel for a thousand and eleven hundreds and six six of the um um armed car is also planned to um make the replacement so that is the basic situation that the budget even though they have answered to some of the questions but the main details has not yet been addressed and that will affect our final decisions so so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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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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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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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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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